这是一只性感妖娆的宠物猪 却被人以残忍的方式毒杀 事后还沉入沼泽地进行了抛尸 这天清晨圣马可学校在中央公园组织了一场探险越野赛 可就在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一名参赛者站在终点前跪倒在了地上 只见她的背后赫然插着一把匕首 等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女人已经没了呼吸 据事有叙述女人叫伊莎贝尔 今年27岁 她在圣马可学校负责招生的工作 在伊莎贝尔招生后学校还会对这些名单重新审核一点 每当出具一封拒绝信 她都会收到学生家长的辱骂留言 在室友看来伊莎贝尔遇害或许和这方面有关系 贝尔探员听后准备先寻查一遍跑道 或许能够找到其他的一些蛛丝马迹 可室友说这是探险越野赛 学校方面会事先在森林中安置一些检查站 当选手出发的时候 他们可以以任意顺序前往检查站 所以说比赛是没有固定跑道的 就在贝尔惆怅的时候福尔摩斯走了过来 他断定伊莎贝尔遇害地点在公园的西南角一个泥塘附近 因为刚刚他检查了受害者的尸体 在左腿上发现了一块沼泽泥的污渍 重要的是这块污渍还没有完全干涸 于是他上网调出了该公园的地图 发现公园虽然有好几处水体 但被沼泽覆盖的泥塘却只有一处 等两人来到泥塘附近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破旧的小木屋 屋内散落了各种金属罐和饼王罐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非法的酿酒厂 福尔摩斯在地上发现了一些血迹 还在血迹附近找到了两组明显的脚印 但脚印都太大明显和受害者伊莎贝尔的不服 根据窗户上的血迹喷剑情况 他断定这里曾发生过枪击 所以说有人在这里偷偷酿酒遭遇了枪杀 跑步路过的伊莎贝尔目睹了这一切 凶手为了解决目击者于是残忍杀害了他 但凶手为什么不用手枪反而用刀进行行凶呢 福尔摩斯认为当前只有确认第一名受害者的身份 才能揭开谜团 随后两人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在门口附近找到了一条拖拽的痕迹 顺着痕迹两人来到了附近一个泥塘 贝尔当即联系了潜水小队准备进行打捞工作 与此同时 一个叫奥丁的富豪找到了华生 说在上周他的妹妹收到了几封恐吓信 信上写着不给钱就绑架他的女儿 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恶作剧 可就在昨天他的妹妹收到了一些女儿被偷拍的照片 寄信的人知道他的侄女平时去哪里玩 甚至还知道陪他一起出去人的名字 他现在怀疑发送这些恐吓信的人 就是在他手下工作的人 因为其中一封恐吓信提到了马术训练营 问题是他的侄女从来没有去过这里 原计划是把这个当成生日礼物送给侄女的 几周前他在公司的一次聚餐中提到过 参加聚餐的人全都是他公司的内部员工 而他的安全部门主管就是其中一员 他现在希望华生可以帮助他找到这个人 华生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可在福尔摩斯看来生长在这样一个亿万富豪的家中 理所当然让他成为了街头混混的目标 任何对他的威胁可能都只是随机性的敲诈 但这些敲诈并不会造成生命威胁 他无法把更多的精力投身到这起绑架案中 可在华生看来和奥丁出好关系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 奥丁的公司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私人用户数据 这对于侦探来说是一个值得利用的资源 就在此时福尔摩斯收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 潜水员在泥塘中打捞出两具尸体 第一具无名男尸的年纪在50岁左右 死亡原因是太阳穴被一把小口径子弹射入 贝尔听后拿出了一把单发的雷明顿短筒手枪 这是潜水员在水底发现的 经过对比可以确定就是杀害无名式的作案凶器 可惜的是这是一把来自19世纪的古董手枪 很难查询到源头 第二名死者根据身上的名牌可以确定叫德菲斯 他是一只宠物猪 两具尸体被打捞上来的时候都被同样的绳子捆绑 身上还捆绑了十块 就连捆绑的绳结都一模一样 所以说杀害宠物猪和无名式的为同一人 但具体的死亡原因法医还无法确定 因为这已经超越了他的专业范围 华生发现宠物猪的瞳孔有发散的迹象 由此说明他的死亡原因可能是中毒 与此同时指纹对比结果也出来了 无名式叫雷尼 是布鲁克林区一家酒吧的酒保 中央公园那处小木屋就属于雷尼的产业 他曾因为出售私酿的威士忌被捕过一次 所以系统中才会留有他的指纹 泥潭中发现的宠物猪就是雷尼饲养的 见证组还在现场一些破碎的器皿上 找到了必麻毒素的痕迹 实验室在宠物猪身上提取到了相同的毒素 从死亡时间上来看 首先死亡的是中毒的宠物猪 然后是私酿酒的走私犯雷尼 再然后就是赛跑选手伊莎贝尔 在华生看来一切的源头都来自雷尼在酿酒厂制作的必麻毒素 他有专业的设备和技能 可以很轻易地从必麻中提取毒素 给宠物猪投毒可能就是为了测试毒性 从这点可以看出雷尼应该是被人胁迫的 在确认必麻毒素有用后凶手开枪射杀了雷尼 而跑步路过的伊莎贝尔正巧目睹了一切 所以才会遭遇凶手的杀害 贝尔在档案上看到雷尼在一个月前和酒吧老板发生了斗殴 酒保说雷尼搞了一个私自酿酒的副业 老板同意他可以在这里出售 但利润要对半分 打架当天他们都喝了很多的酒 当时雷尼嫌弃老板分走的利润太多了 于是两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肢体冲突 在这件事之后老板就把雷尼辞退了 至于老板人现在在哪里他也不清楚 福尔摩斯则对现场破碎的器皿进行了拼凑 其中一个酒瓶引起了他的注意 从酒瓶的材质来看应该是一个年份很久的红酒 但唯独缺少了标签的部位 他推断应该是被凶手拿走了 但幸运的是在酒瓶上提取到了几枚可用的指纹 在指纹对比结果和酒吧老板踪迹出来之前 福尔摩斯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接下奥丁侄女的绑架案 他首先检查了当天参加聚餐员工的电脑和物笔 发现一个叫托福的人参加了某种私人赌局 转账记录上显示最近账户上会进来七万五千美刀 在福尔摩斯看来赌博就像是一个有机体 他会拼命求生 不难想象如果他没有钱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 他决定先从这个叫托福的人开始调查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贝尔探员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他们首先排除掉了酒吧老板的作案嫌疑 因为他最近两天一直在长岛进行单身派对 不过酒瓶上的指纹匹配到了一个叫哈里斯的嫌疑人 他是成了一个销售高档酒的葡萄酒商 18岁是因为伤害罪被捕 所以他的指纹才留在了系统之中 贝尔首先带人来到了哈里斯家中 发现门把手附近的窗户被人给敲碎了 他当即意识到事情不对 闯进后在地下室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哈里斯 好在经过医生的抢救哈里斯捡了一命 不过他的嘴巴重枪子弹打碎了下颌骨 导致他无法说话 只能用键盘打字进行沟通 哈里斯说周二晚上他正在睡觉 迷迷呼呼之间听到了窗户破碎的声音 紧接着脑袋一腾整个人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双手双脚被捆眼睛也被蒙上了 随后他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对方询问他把57年产的巴普蒂斯特酒藏在了哪里 为了活命他告诉对方三瓶酒被他锁在了保险柜中 在找到酒后对方对着他的嘴就是一枪 这就是他知道的全部事情 同时弹道对比结果也出来了 在哈里斯脖子中取出的子弹来自一把雷明顿短筒手枪 从时间线上来看哈里斯是第一个受害者 剩余的两人一珠都是在第二天早上遇害的 华生猜测凶手盗走57年产的巴普蒂斯特酒 就是为了在里面偷毒 所以他才会拿走现场破碎酒瓶上的标签 但问题是凶手想要投毒的对象究竟是谁呢 就在此时福尔摩斯打来了电话 他让银行的线人追查了一下托福的账户 发现他在特里贝克地区有一处私人公寓 闯进后发现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赌场 所以说托福就是经营这个赌场的人 在这里找到了很多赌场的流水账单 从账单上可以看出托福的赌场运营的还算不错 显然他不可能冒险去绑架他老板的侄女 不久后贝尔传来了一个消息 他上网调查了一下关于五七年产的巴普蒂斯特酒 一个叫杰森的投资总监进入了他的视线 这个杰森帮忙运作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 他的职业就注定很多人想要他的命 所以杰森的身边从来不缺保镖 但杰森唯独对年份酒的巴普蒂斯特酒青睐有加 多年来只要出现都会被他一扫而空 他现在认为凶手就是看到了这篇报道 才会想到通过下毒来谋杀杰森的方法 杰森说他的一个并购方案就可能导致几千人下岗 所以他平均每天都会收到二到三封恐吓信 不过他听说今晚切尔西会举办一场红酒拍卖会 这场拍卖会就会出现五七年产的巴普蒂斯特酒 他原计划是准备带妻子前往的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 他们在红酒拍卖会进行了严密的监控 就在中途监控室的画面突然之间全部失去了信号 就连警方的对讲机也失去了联系 显然有人在这里放置了干扰器 福尔摩斯立即查看了掌柜上的巴普蒂斯特酒 发现原本被他做过记号的红酒被人替换了 他当即让贝尔探员封闭所有出口 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抓捕嫌疑人的机会 随后对参加拍卖会的人进行一一排查 不久后福尔摩斯拦住了一个男人 并指认他就是这起案件凶手 虽然他刮掉了胡子 但贝尔探员还是看出他就是酒吧的酒保 而福尔摩斯指认他是凶手的原因 是因为皮鞋上的鞋带 鞋带的打劫方式符合巴风杰的特征 这在肉品工业外很少见到 由此他推断酒保的父亲可能是一名屠夫 并且这种打劫方式和雷尼和猪身上的完全一致 事后酒保在律师的建议下承认了杀人罪名 因为他在高中时期就一直暗恋杰森的妻子 认为是杰森夺走了他的爱人 所以多年来他一直在策划谋杀杰森的事情 可他发现杰森身边的保镖太多 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 直到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那篇关于酒的报道 案件结束后福尔摩斯找到了富豪奥丁 经过多方调查他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关于他侄女的绑架案是凭空捏造的 福尔摩斯现在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怎么做 奥丁说这只是一起针对他们二人的测试而已 他想要确定两人是否可以为了去保护无辜的人去践踏规则 事实证明两人通过了他的测试 因为他发现福尔摩斯在调查过程中触犯了数十条法律 比如非法闯入别人的住宅 而他就是这样一个愿意做任何事情去保护无辜之人的人 在他看来世界上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人 所以他诚恳邀请福尔摩斯加入他的组织 福尔摩斯却直接拒绝了奥丁的邀请 在他看来像奥丁这种人将来必然会做出某种极端的事情 在他看来像奥丁的邀请